今次會跟大家講解如何將GPT放入Siri 令Siri更加聰明 今次除了會使用GPT、Siri 也會使用Shortcut的App 所以如果大家沒有Shortcut 就可以在App Store下載 我們如何做比較聰明的Siri 這條連結我都會放在Description 大家可以在Description拿回 按完之後大家就可以在Add shortcut 按了連結之後 我們就會進入這個版面 下面有一個叫Add shortcut 按一下就可以去到Shortcut 如果大家還沒安裝Shortcut這個App 就可以去App Store下載Shortcut 下載Shortcut之後就可以按Add shortcut 按完Add shortcut之後 就可以點這裡的三點 然後就會進入這個界面 在我們做設定之前 我們首先要去OpenAI拿API Key 我們要怎樣去拿這個API Key 首先我們要去到platform.openai.com 大家也可以在我的Description拿回這條連結 然後我們就去到右上方的Personal 按完一下之後我們就會見到 View API Keys 我們來到這個版面 我們只需要按Create New Secret Key 然後它就會出現了這個API Key 我們就按Copy 我們之前在OpenAI那裡 就已經拿了API的Key 我們就可以在Task的這裡 把它Paste在這裡 Paste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拉下一點 然後就要請Task的這個位置 我們也可以把它修改 譬如我可以叫做 Hello Car What can I help you 然後你就會看到 下面我們其實沒有什麼要改的了 你看到其實都是去取得 OpenAI的一些內容 好 那我們上面的這裡 我們按一下 然後就連結它 譬如我這個可以叫它做 LazySiri 按燈完之後 我們這裡就再按燈 點一下這個LazySiri 這樣它就會看到 彈了一些東西出來 我們隨便輸入一些字 然後我們就按燈 接著我們就Allow 就是Connect這個OpenAI的API 按完之後 我們其實可以 召喚它出來 那首先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是找回Siri出來 好 那接著我們就 召喚我們正常的Siri出來 好 那接著我們就可以 嘗試按Siri出來 Hey Siri Hello there Give me the steps on how to make a chocolate cake I found this on the web 那你就會看到 Siri其實也是找一些網站給我們的 我們現在就找回我剛剛 CREATE的那個LazySiri出來 LazySiri Hi car What can I help you 那你就會看到 它出來的就不同一點 它就會叫 Hi car What can I help you 這個東西是我自己輸入的 那我們也可以問它一些問題 LazySiri Hi car What can I help you Give me a list of topics of the future One sec One Autonomous vehicle regulations Two The effects of surveillance on privacy Three Ai ethics Four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Five Smart cities Six Quantum computing Seven Augmented and virtual reality The future of work Nine Invocations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en 3D printing technology 那你就會看到 好像我們平常用GPT那樣 就是把這些答案 就會給到我們的 那我們都可以試一下 叫它給一些步驟給我們的 LazySiri Hi car What can I help you Give me some steps on how to make a chocolate cake Ingredients Minus two cups All purpose flour Three quarters Cup unsweetened Cocoa powder Minus one teaspoon Baking powder One half teaspoon Baking soda One half teaspoon Salt minus two sticks One cup Unsalted butter Softened Minus one and a half cups Granulated sugar Minus two large eggs At room temperature Minus two teaspoons Pure vanilla Instructions One Preheat your oven 那但是這個LazySiri 其實你就會看到 其實它是主力 也是以英文為主的 我也都試過用廣東話去跟它聊天 但其實它也不太聽得懂的 那我們也可以試一下 LazySiri Hi car What can I help you 今天是星期幾 One sec Full stop As I said We first need to install the following packages Gitnode.js NPM Grunt Once these are installed We need to close 那你就會見到 其實我跟它說中文的時候 它好像瘋了 那你就會見到這個LazySiri 它只聽到英文 那如果我們想它會聽廣東話 那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 我們在setting那裡 也可以set廣東話 那我們去到setting之後 我們就找語言語地區 其實很簡單 你想把自己的語言拖到最頂就可以了 那我就把凡系中文放到最頂 那我們就去Siri and搜尋的這個位置 我們就把語言把它變回 廣東話的 那我們就跟改語言 跟改了語言之後 再開這個short cut的這條link 跟著我們就按加入捷徑 跟著我們就會見到另一個就出來了 我們一樣都是按3點 跟著我們就再落一點 在文字包含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打你想要打的文字 跟著我們可以叫你好 我們可以叫你好 我們就可以幫他改回中文名 譬如叫翁翁 跟著我們set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按完成 完成之後 我們一樣按紫色的這個位置 一樣隨便輸入文字 然後按完成 跟著暈去 我們就可以試試問翁翁 你好 今天是星期幾 文豪 今天是星期六 翁翁 你好 我想要甜品步驟 一 選擇喜歡的甜品類型 蛋糕 冰淇淋 布丁 餅乾或其他甜品 二 選擇配料 例如十錦果仁 焦糖 巧克力 芝士 鮮果等 三 選擇甜品模型 蛋糕可以選擇要蓋子 層次模式等 那你就會見到 如果我需要做廣東話的話 我們就需要在另一個 和在設定上要更改的語言 我們才會做到廣東話 如果我們需要它回覆普通話的話 我們在設置那裏就按通用 跟著就按語言與地區 一樣我們都是把自己想要的語言 就是jack and drop 把它放到最頂 跟著我們就回到設置 然後就是Siri語搜索 跟著我們在語言那裏就把它改為普通話 改完普通話之後 我們亦都是開這個short cat 跟著就添加快捷子 我們又見到這個新的API又出現了 那我們就按三點 跟著一樣在文本的這個位置 我們就把API Key放在這裏 跟著拉落少許 一樣都是這個位置 放回你需要的文字 都是你好 跟著我們上高就可以重新命名 改他的名字 老師 跟著我們就可以完成了 跟著我們再按下紫色這個位置 跟著這裡我們也是隨便輸入字 完成 跟著就允許 好 跟著我們就可以試下了 老師 你好 給我三個主題是關於旅遊的 想法 1.如何運用旅遊技巧利用有限的資源 2.新世界旅遊體驗 旅遊資源與行程計畫3.尋找完美旅遊目的 第4.低成本旅遊 2.如何快樂出遊 2.而不破財5 3.利用科技提升旅遊體驗 6.安全旅行 3.如何保護自己7 4.如何排成一個令人難忘的國際探索8 4.如何更有效率的計畫豐富旅遊體驗9 4.跨文化交流 4.尋求與異地社區的想法10 5.一個人的遊歷 5.如何安全且愉快地旅行 5.如何安全且愉快地旅行 5.有些景點嗎 5.台北11 5.陽明山2 5.龍山43 5.市林關第4 5.東門紅樓5 5.向山步道6 5.愛河之星7 5.天母夜18 5.北投溫泉9 5.中正紀念堂10 5.台北101 5.因為我之前的語言選擇了普通話台灣 5.你會見到和旅遊相關的景點 5.他會建議台灣相關的景點 5.大家要根據自己的所在地去決定這個語言 5.因為你看到旅遊景點 5.我因為選了台灣 5.所以他的景點是建議台灣相關的 5.所以這個語言對於結果都有一定的影響 5.今次的講解是這麽多 5.如果大家未註冊ChatGPT的話 5.也可以看我之前的ChatGPT註冊教學 5.因為如果你想要用API Key的話 5.就必須要先註冊ChatGPT 5.如果大家覺得這個影片有用的話 5.就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5.和按你的鈴鐺 5.你就會收到我第一時間的教學 5.你會收到我第一時間的教學 5.你會收到我第一時間的教學